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我在你们节目里 给你们打广告 就我们有种 蓬毙生辉的感觉 是不是 小璐你第一次听到 我们这个节目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什么感觉 其实肯定 我觉得多数人都以为 会是跟月经相关的 真的吗 和月经相关 我觉得是啊 因为正常大家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其实都是女生的生理期 但大家要说的主要是 精神上总有那么几天 我的理解 你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也是有很多这种 没有来由的 其实很多时候 是有来由的情绪 然后需要通过 这种表达的方式 把它梳理出来 因此找到很多 跟自己有共鸣的人 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 总是有那么些 难以名状的情绪 然后如果有朋友 能够一起聊一聊 能把它聊出来 聊得好笑 聊得开心 我的感觉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哇 说得好好 感谢 感谢 突然把我们的节目上 价值上得非常得适合 上来就上了个价值 不是 每个月大脑 总会来几天大一吗 对对对 真的是 就是你的女儿红专场 我知道的 也讲过这个月经的段子 对不对 对对 好像有三十多分钟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线下 好奇地去听一听 可是有那么多东西 可以吐槽吗 它挺有的 因为我以前写 跟月经相关段子的时候 一开始是我只打算写五分钟 我当时是为了写线上的 我确实也想写这个 但是当时确实是在筹备一个 自己要做的节目 本来我就想是说 大家能接收的限度 也就是五分钟的内容 因为注意力 看线上节目的时候 就那么些嘛 后来发现越写越多 越写越多 就写的 有很多我自己都觉得 很想说的东西 写到了三十多分钟 但是后来又有一些删减 现在在三十分钟以内 我很好奇 就是在听这些段子的 或者女儿红专场里 是男性观众的比例如何 基本上我感觉 男女比例大概在 女的七 男的三这样吧 那男生听这些段子 会有什么反应 我挺好奇的 因为说实话 我在台上 我是很少能看到台下观众 太黑了 这个剧场的设置都是这样 但是有挺多人 跟我说过的反应 就是说 有那种男生 就一开始 他是控制住自己 不要笑 不要笑的幅度太大 大概是震动模式 然后在他后来 他就会 他就也就不管了 然后也就很大声地笑啊 什么的 还有那种就是 需要女朋友 一直跟他说这个是啥 一直跟他说这个是啥 然后跟他解释 有点像科普一样 反应类型还挺多 因为其实像搓口秀 整体观众群 本身就是女生更多一些 像女儿红专场 大家也知道 它是一个跟女性本身 非常相关的一个专场的话 女生比例会相对 会更高一些 也有那种两个男生 一起来看的 也有男生单独来看的 但是很多情况 都是女朋友 带着男朋友来的 我挺愿意带我先生去的 我不知道 刚才他在那会儿聊起来 他就两个误区 第一个以为月经是蓝色的 第二个以为月经 是像鼠龙头一样 来来就关不上的 所以他们还挺需要科普 这一块 对 男生还有误区 他觉得是可以憋得住的 其实挺多误区的 因为确实你如果性教育 或者是这个生理卫生教育 本身这块它就缺乏 男生他一般了解女性的身体 他不太会了解到 你等于是身体上的这个bug 对吧 更多的时候 他不会说去科学地了解女性 他基本上都是从一些不科学 但是很刺激的方式来了解女性 肯定他不会有正确的了解 然后学校家庭都没有给一个正确的教育 所以有这种误区 我觉得这个情况它是个现实 但是它可以被改变 对 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很自然在这里 谈月经两次 也是跟去年以来 关于月经羞耻 还有前年这种话题的科普 很有关系 就好像在这两年之前 我们在公众场合的节目里谈月经两个字 还是我觉得有点奇怪 但现在就会觉得好像还挺自然的 我觉得就跟你们这样反复的科普是有关系的 我看到有个采访里面 有一个观众就说 你怎么敢勇敢地讲这个黄段子 即便是女生 她也觉得你在现场是讲的是黄段子吧 是个男观众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专场2020年就出了 但是因为2021年很多事情耽误就没有巡演嘛 所以会放在2022年来巡演 当时一开始上台讲这些 整个这个过程 因为你要在这个台上非常明显地提到 跟月经相关的一些东西 观众在2020年的时候 还是相对会更紧张一些的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 我通过演这个专场都能感觉到这种 意识的变化的过程 我记得我以前还在开放麦的阶段 或者是在商演 是15分钟内容的时候 比如说其实也有女生有过那种 我提到这个 然后就 不是男生 是女生会做出非常大的反应 然后 我当时还就是跟她聊了一下这个 我的一个感觉是 这个没有什么好苛责的 因为大家的所有想法 都是在一个不断变化和改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既有的想法 都是你从出生开始这个社会给你的 我觉得是像我们不断地 更多的女性 自己有了更多意识之后 你在有意识地改变周围的环境 可能有一些人先有意识 有一些人后一点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相信比如说 当时AO的那个女生 她现在已经不会再AO了 她自己也已经开始 重新来解读这件事情 而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意识 占据主导吗 其实有女生有过不良反应 然后男生问过 说为什么敢讲黄段子 然后我就 我又问了现场观众 现场观众说这不是黄段子 我说你好孤独啊 就你一个人觉得是黄段子 我觉得你这个处理好棒 对她来说 她觉得你只要讲到跟女性的 不管是月经啊 阴道啊 子宫啊 只要是所有女性生殖系统相关的东西 她都觉得这是一个黄段子 黄段子是跟性相关的段子 叫黄段子 这些不算 这个就是 比如说认为这个是黄段子 这些观念 其实阻碍了很多女生会去认真探讨 我们自己因为女性身份 带来的这些困扰 就是因为害怕被定义为黄暴 定义为低俗 所以我再去谈论这些真实遇到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些都在改变 在北京外见到挺多女演员 开始讲自己非常真实的 遇到的这些问题 再努力地去把这个边界往外拓宽 但是想问 因为之前你在奇葩说还在哪 有聊过自己 其实是希望不要那么有名 但是能够非常自由地创作 俗称闷身发大财 但你现在会觉得有些限制 有一部分是因为成名了 或者更多的人关注到你 你会觉得 哎呀我说话是不是要注意一点 或收拾点会有这方面的 我会说有意识地 我要这样过多地去竖着自己 但是很多时候 我自己倒不想竖着 但是比如说任何东西上线 或者被更多人听到 你都会有这种束缚吧 我自己不束缚 也会有别的东西束缚的 嗯 没事上热搜了 就还挺麻烦的 少许 我好好奇就是会是什么样的一些 讨论和批评 我觉得有些其实是恶意 因为互联网其实蛮大的恶意的 它是不针对具体个人 它可能就是针对有些人出名了 对 你又会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我其实 怎么说呢 我现在感觉有很多人也会来跟我反应说 看到网上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评论 他都不能理解那个评论是怎么出现的 我说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基本上 比如说针对我的内容有一些 你都不太能理解他在说什么的那些评论 那种基本上是为了批评而创造的批评 所以没有太大必要去在意 刚刚我们说到笑声这个东西 我从小我就笑得非常大声 我周围很多特别会笑的朋友也是 从小就经常女孩子因为笑太大声 总会被定义为特别疯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一个无意识当中 就是大家对于女性 女性气质的这个规训 就是你不符合定义的女性气质 那你就是越界了 越界了 他们就要通过这种对你的批评 把你推回去 但我一直觉得女性气质这个东西 它就像衣服一样 它只是一种类型的衣服 你如果想穿你就穿 不想穿的 像我们可能对于这块不想穿 那我就不穿 我穿别的 至少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也在努力地跟人展示说 我们是一个人 我们要有任何一种人类身上的特质 你不管是温婉或者豪放 这两种特质是男生也可以选择 女生也可以选择的 我们也可以不选择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天然的 这个气质就是不是非常符合 一直被定义的那个女性气质的 对 但是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有人更愿意拥有女性气质 那是他的选择 我们更不愿意拥有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爽朗的豪放的自己 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他其实就是不同类型的衣服 就是你把不同类型的气质穿到自己身上 哪个更符合自己 自己更舒服 这个完全是一个自由选择的东西 所以当有人觉得你的笑声有问题的时候 你的笑声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他 我好喜欢这一点 我就在践行这个方向 因为经常我们去吃饭一帮朋友 尤其是在那种居酒屋啊 然后我们可以把那个周围的人都撩走了 因为我们笑声太大了 吃完一顿饭之后 发现周围的人都已经走了 就剩下我们那一桌 就因为声音太大了 觉得可能我们太吵 但是就是 who cares 就是我们自己开心 我现在就读一条评论 就是有人会直接在我们的播客上说 刺耳 拜托 能不能不要老笑 对 然后我们就会怼回去 其实你就好奇怪 因为你们主播的其实就是爱笑的女孩 那如果你不想听 你可以去找爱哭的女孩 爱哭的女孩 你来这里干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为什么要给自己的天子 又要给我们的宣布呢 对吧 因为播客界这么多啊 播客界这么多可供选择的播客 你完全可以选择那种 一听上的一戴上耳朵 就有人跟你说 亲爱的 又结束了一天的疲惫 现在 感觉 自己在这个大城市里很孤独 觉得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情感电台 但是你要相信自己 你是最棒的 没有人能替代你 你只要做好自己 这个世界都会为你臣服 你听这种东西 你永远不会听到孝顺的 好棒啊 刚才这段 太可爱了 这段也一台 对 如果你要听这种 每天赞美你 就我觉得人要找你舒适的范围 比如听个播客 尽量找自己舒适的 比如说我就喜欢听女生笑 其实我经常听的播客 都是这种很宽快的女生 然后又很有想法 她们在通过自己的这种笑声 通过自己的理解 来消解我们很多困惑 让人心里面出现很多疙瘩 能够抚平 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存在 你如果不喜欢 你去选一个你喜欢的 你来这儿嫁几个人 你怎么会以为 我们活到二三十岁的人 还会为你的评论改变呢 再来一次掌声 我现在突然觉得敢于大声笑 就是敢于冒犯性别边界的 重要一步了 是 给他 把那个边界给他笑破了 笑破了 因为昨天我听到我一个朋友 夸我另外一个朋友嘛 就是说 他感觉那个朋友特别会笑 他就说 他说 其实像我们成长环境里 我们传统观念相关的 就是人要坐有坐向 站有站向 其实还是儒家思想对人 行为的这些规训嘛 然后你笑 或者是逗笑别人这些 都是属于一个 非常这个范围之外的东西 你要打破传统观念的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能够 在这个环境里非常会笑 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个品质 就是你能够大声地释放 这是等于你振脱了 很多传统的束缚 才能实现的自我 这个是一个应该值得颂扬的东西 还老有人打压 我的天 说到笑 我有个想法 就是其实一直以来 脱口秀里面 还是一个比较男性主导的 尤其是大家都会觉得冒犯 然后让别人笑 其实是一种男性特权 所以当女脱口秀演员出现的时候 我感觉就已经是在突破边界了 但是女脱口秀演员好像进入这个领域以后 都还是必须要从女性的东西开始讲 好像如果去讲一些男性的领域 常讲的东西的时候 男性就会觉得有一种冒犯感 我不知道会不会你有这种感受 就好像这种拓展编辑 还是必须从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些 比如说月经啊 我们的穿搭容貌焦虑开始讲 但是一旦进入到一些男性领域话题的时候 就会好像要比男性讲这个话题要更难一些 对 你会有这种感受 男性领域 你所谓的男性领域是啥 我觉得啊 我们曾经有个很荒谬的讨论 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 端独给女性划了一份话题 那个女性话题里的清单 就是育儿 容貌焦虑 身材焦虑 结婚 相亲 除此以外都是男性话题 什么政治历史题 都是 霸道总裁 或者什么职场 就是什么承诺 好像这些都被男性给霸占了 然后我们女性要讲 一进入这个公共领域 就必须拿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精力 开始切入 一旦讲 想超出这个领域的时候 就会被打回去 我倒是不觉得会被打回去 因为其实我讲的话题 从来也没给自己受限 但是我理解大家公众视野里 觉得女性 总在讲所谓女性话题 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首先透明演员一上台 我们讲的东西很自然的是 自己生活里遇到的最大的困扰 你往往是哪些事情让你不舒服 哪些事情让你特别想要把它通过诉说的方式来打破的 就是像我第一个专场 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有太多女性话题 就知道有一次有个人他在跟我聊东西的时候 我突然因为刚好那天我要演专场 然后我看了我所有的专场的关键词 我意识到天哪怎么有70%是跟女性身份相关的 那都是我专场都形成了我才意识到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觉得女生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在上台的时候 非要去讲跟女性相关的东西 而是你作为一个人 你在生活当中你发现 女性的身份给你带来了非常大的痛苦和困扰 它成为了在你的世界里 你一直想要推翻的 一直想要去表达 一直想要去发泄的东西 所以你写了这个东西 而男生呢 说实话 他的男性身份 很难给他带来太大的困扰 甚至有很多便利 是 因为如果你要去上台讲男性身份给你带来的便利 那实在是不可能成为喜剧的了 就大概是个演讲了 对 但我是相信男性身份是一定有他特有的困扰的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男演员 他是非常的温婉这些 他们会有一些 其实就是男性身份给带来的困扰 因为他跟这个社会的规训是被盗而吃的了 那他就会有这个碰撞了 但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在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 然后你非常接纳这套体系 并且在巩固这套体系的 那你必然不会有太多跟男性身份相关的这种困惑 而且就像我以前也跟朋友聊到过 就是说同样是育儿话题 一个母亲聊育儿话题 那是女性话题 但一个男人聊育儿话题 那就是话题 太准确了这句话 对 所以我觉得一来就是女性身份确实跟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就整个这个社会空间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没有能够让我们女性不被这个女性 比如说女性承担了人类生育的这个重任 对吧 那于此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这些问题是 没有配套的东西能解决的 那我们必然会感到痛苦 那我们就会去书写这些东西 不管透口演员那就上台讲 然后媒体人就是写嘛 对吧 报道嘛 那一来就是他这个痛苦的等级 在我们生活里造成的很大 二来就是男性话题极大的被归为话题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觉得好像 怎么我们都在讲女性话题 而且还有一方面就 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其他的话题 但是大家尤其是观众我们更多女性观众 希望他看到有人在台上诉说他的痛苦的时候 他会更有共鸣 并且他记忆也非常深刻 然后呢他也会更加愿意去分享啊什么的 那形成的画面好像就是女生都在讲女性话题一样 其实你的段子里面也很多在分享你的焦虑 有容貌焦虑啊衣着焦虑曾经的有过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已经度过了那段时间 怎么样找到一种方式 容貌焦虑衣着焦虑吗 对 好像都 对 很明显 衣着焦虑 我初中的时候有过衣着焦虑 因为没有什么衣服穿 又穿的时候穿我哥的衣服 你是不是前两天看了那个某某与我 衣着焦虑 我还真没有衣着焦虑 我经常是大概一个月内天天穿同样的衣服 然后都被别人骂了 说我天哪我见你三次了 你怎么你是一天都没有换吗 那种人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太在意形象 就是现在 对 因为其实即便小鹿现在已经是个名人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我们看 他也不是那种 好像出来我就要光线亮的女明星 比如说今天我说要跟你两个 我们要视频 我还专门化了一下妆 虽然看不出来 但是 感谢你的重视 笑死 其实你是好像找到一种方式 能够自洽 即便是名人如小鹿 出场的时候也还是 首先让自己怎么舒服可能怎么来 当然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场合 拍广告呀或干什么的啊 那可能是另说 但是能够自己控制怎么样穿着的时候 好像你是比较自洽的 我觉得这是阶段问题 我还是经常觉得是年龄的增长给我带来的这种成熟吧 我可能比如说说实话我在21岁22岁更年轻的时候 我肯定也是会在意说我要怎么穿的让别人觉得我好看 也会有那种买衣服的时候盯着一件衣服好贵啊 但是好想买 总觉得那件衣服穿上就能改变我平凡的命运 就是总是对于 我也有这种感觉 对啊 你每次买那个衣服都在幻想 穿在你身上 能够让你的人生实现巨大改变的场景 全都是自己的幻想 没有任何一件衣服实现过 这个我好有感觉 因为我特别爱 特别爱买衣服 就是年少不懂事的时候 曾经想说我去买一件名牌很贵的 我觉得我穿上之后 我从此人生就会命运就不一样了 变成了基因人士 我可能就会变成什么高管了之类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 跟穿什么衣服也没有什么关系 之后我就买那个淘宝 就买一买好了 就放弃换奖 放弃抵抗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还是一种社会规训的嘛 对吧 什么人靠衣装啊 什么这些东西 对我们造成的巨大的影响 这些东西我觉得 是社会意识形成的这种障碍 也是需要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披荆斩棘 才能获得自由的东西 就是你需要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自省 以及不断地获取更多的知识之后 你能够去挣脱这些束缚 然后活出一个可能更自由的自己吧 其实你刚刚说的那个幻想一件衣服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是 我看上了一件 好像800块的羽绒服 其实挺贵的 因为我当时自己每天穿的那件是150的 我从看上那件衣服之后 我整个人都不得安省了 然后我就是觉得太好看了 我总觉得穿上那件衣服 校草都能喜欢上我 就每天都在幻想那件衣服 然后我真的 我有一周每节课上课都没有在好好上课 每天脑子里都想着那件宝蓝色的羽绒服 就总觉得那个衣服穿上我就会成为 整个学校最亮眼的女孩 最神来的心 对就每天在想 对它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 让我的学习下降了 就是 但是最后 因为我好像我不知道 我当时有没有800块钱 好像也没有 就是我一直在想 怎么能够去蒙骗我妈 让我妈把那件衣服给我买了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确实会有那样的阶段 就总觉得自己的外形 对自己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我是觉得 我可能这几年来 我逐渐意识到一点 就是大家所谓的年龄优势 害怕衰老 我当然也害怕 就是我害怕的是衰老带来的身体不健康 和你无法对身体自如的运用 但是我并不怀念我年纪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非常好的时候 我一点不怀念什么十几岁 然后二十岁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 什么都没捋清 每天活得跟一坨浆糊一样 什么你都怀疑 什么你都觉得 哎 有可能是对的 什么你都觉得 哎呀 就是想不清东西 所以也会相应带来很多这种负累 我感觉就像 以前确实也会有种冒焦虑 然后总觉得 啊我要我要减肥 然后确实也减过肥啊 很折磨自己 然后搞得现在还有胃病 穿着方面 我是到年纪更大一些之后 我才意识到 我所有自己认为值得骄傲的 这些获得和成长 跟我的年龄 跟我的外貌 都没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靠自己的 内在的一些努力 是人类一些内在的情分啊 或者是善良啊 这些品质 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所有的年轻 貌美就没有过嘛 那年轻从来没有带来过 什么优势 就是这些东西 后来意识到 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或者说你外貌上 你更好看一点 然后我更好看一点 也只是在五分的基础上 可能到个五点二分 那它又有什么 过大的帮助呢 我觉得更重要的 可能是让我自己 尽量减少这些负担 活得更自在一点 可能这样的话 会有利于 比如说我的创作啊 或者是说 我过得更舒心一些 我特别喜欢小鹿 在有一期节目里 除了个大背头 穿着个粉色的西装 那个套装 可能你自己都忘了 是在其他说上 就带货了嘛 舒个大背头 粉色西装 有可能是 真娘们专场的 最后一场 然后也有可能是 有一个叫 听解说的节目里面 我有一期在表演 OK 我记得 我们的节目 有一个评论 我都忘了 是谁截图 发在群里面 那个女孩说 感受到 她们平时 自己很困惑的 一些东西 或经历的一些 自己拿不定主意的瞬间 然后在节目里 我们聊了 让大家分享 她会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 这刚才我听小璐 讲的那些时候 觉得我就瞬间 带入了 其实是一样的 但我一想问小璐 我就觉得 OK这些事 你都想明白了 你下一个高峰在哪里 下一个想攀登的 或者想解决的问题 我还蛮好奇 因为我自己也是 就说 OK我自洽了 我二多岁时候 那些不自信 或者想不明白的事 我也都OK了 但是呢 我还挺年轻的 我下一个应该往哪走 我确实会想这个问题 最近这几年也会 比如说我周围 很多女生朋友 然后开始有小孩 什么的 我觉得有小孩 对女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我也愿意 迎接这个挑战 我只是现在还在觉得 那可能是我 因为事业上肯定 说实话 像我们的内容创作 是跟着人生轨迹走的嘛 所以我觉得 我下一个阶段 也许我会想去试一试 因为我们平时讲的东西里面 很多是 你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遇到的困境 但我说实话 我还是觉得 男生和女生之间 最大的差别 还是在于 人类生育的重任 被天然地安到了女生身上 这件事情 给我们带来的人生的拖累 我作为一个创作者 我还挺想去试试 我钻进这件事情里面 去看一看 它到底给我们 造成了多大的负累 我们能多大程度上 迎难而上 或者有多少东西 是我非常无能为力的 我挺想去体验一下 这样一个东西 当然确实我也挺想 因为我朋友家小孩很可爱嘛 我都老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 哎呀 人类的幼崽 还是有很可爱的地方 当然我这些想法 都是我这两年产生的 我之前的段子里 都还在抨击人类的幼崽 太麻烦了 什么的东西 是 但我觉得这些变化 都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我也没有必要 非要说 为了显得自己独立 对于生育的不屑 我觉得 因为我自然的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确实在考虑这个东西 我也没有必要包装成 我就是不生孩子 我就是 就活出自我 我觉得 我有小孩也依然是一个 活出自我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还挺期待 比如说我真的去 深入到这件事情里面 去作为一个女性 去感受 这件事情能够带来些什么 然后再通过喜剧的方式 来把这个东西表述出来 我觉得小璐刚才讲 那个容貌焦虑的时候 我这样拿回来就好玩的 就是之前我问我老公 我说你喜欢我什么 我以为他会说你漂亮啊 或什么 他说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聪明 我当时有一段时间 我很生气 我想说你怎么不是说我漂亮 你说我聪明 我不喜欢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评价 后来想 哎不对 漂亮这件事情吧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都会消失 可能留下来的 还是这个聪明 我觉得哎 看来你是有大智慧的人 发现了你灵魂深处的展望点 我觉得你看像你刚刚说的这个过程 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女生更成熟的过程 就你小时候喜欢别人夸自己漂亮可爱 但你后来意识到漂亮可爱这些东西 它都是一个短暂的东西 但你聪明你会越来越聪明 就它是一个可以持续增长的东西 像我们想通这些东西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播客里这么一聊 我觉得会有越来越多女生 就是跟我们同步的在成长 就是意识到 对啊 人的追求 为什么非要是别人夸我好看 好看的人类总共就那么些 多数人就是普普通通的 对的 但是我们作为普普通通的人 我们身上有很多其他的特质 是永远会存在的 而且会越模越光的这种东西 这才是更永恒的一个东西 而且想想 假如你老公他并不觉得你美丽 但是他觉得你聪明 那你得多聪明 成绩到什么程度 让他摒弃了一个 对啊 摒弃一个普通庸俗的审美 而选择 这是我的终生伴侣 尽管他并不美丽 就是即便是听到小鹿这么讲 我的心里想说 我真的不好看吗 伤心 真的是 我觉得是 我们还是会觉得 人需要是被人夸美丽嘛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会慢慢改变 就是我们确实是没有这个必要 非要以美丽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 就是我们可以追求更多其他的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更自由的发展方向 不然所有人 所有的成就都指向别人唯心的夸我们很美丽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畸形了 所以当时一蓝姐说 我们要采访小鹿 或者跟小鹿聊一期 我当时说我的感受就是 我并不会第一反应 她是一个脱口秀女狱演员 天然就认为她就是个脱口秀演员 性别并不是在我第一反应里面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我现在每次看到任何地方 非要强调 比如女法官呀 然后女律师啊 什么这些 我都觉得还是因为做的人 还是偏少一些 我觉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 已经不大会有男女的这样一个明显 网上面非要这么写 就以后会我觉得是一个职业 她就是职业 部分男女她就是职业 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男阿姨男护士这些 也是因为他们从业者少呀 我其实特别好奇 我在看你的过往的这些发展故事的时候 我发现你是学司法相关的法律相关 但是你毅然决然地投入了脱口秀 我非常的敬佩 但是我也很好奇你是怎么样去下定这样一个决心 彻底转行 因为说实话 在我们这些云云大师的眼中 觉得做律师是一个多么稳定的成业 而且他有比较多精 而且他非常的代表着某种确定性 你像今年最热的话题就是考工考编嘛 就说明年轻人其实向往的都是稳定 而去做脱口线演员 当然成名了 如果你走出来你还是非常的优秀 但是其实这是一条充满着赌博和不确定的路 所以我觉得你的勇气非常的让人敬佩 我想知道这种勇气是怎么来的 你是怎么确定自己 一定要做这个行业 首先啊 我也没有那么的有勇气 因为我的律师证也是在2021年才暂停的 我也不是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天然的谨慎吧 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人 就我没有那种 比如说我在大城市 我来北京一个亲戚一个朋友 有一个高中同学 但是我唯一在北京认识的人 你自己天然 我觉得出于人基础的一个本能 就是我一定得保证自己在这个城市 是不是没有退路的 比如说我想选择做脱口秀 但是如果这事实在是成不了 那我还是有一条另外的可能 我觉得我七年的学法生涯 能够让自己自由地选择来北京做律师 以此养活自己做脱口秀 这个事情我不像大家以为的那种是 完完全全就是那么破釜沉舟的 要去干这件事 我也不鼓励 因为我觉得 以前我非常记得我们有个刑法老师 在一节刑法课上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人永远要让自己有选择 没有选择就容易走极端 容易把自己逼成变态 我一直记着他这句话 所以我一直不太敢放自己的律师的工作 可能后期是工作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跟律所也是一个很好的关系 他们也知道我在这边 我就跟他说 我说越做越好 我就离你们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要是我越做越差 越做越差呢 我也就离你们越来越近 他们都知道 你到底应该高兴的 还是背上 你怎么说 其实我很感谢我们律所的主任 她也是一个女生 我觉得她是个非常成功的律师 但她非常理解我 比如说她女儿 特别好笑 她女儿现在就经常说 我将来就要成为小鹿姐姐那样的人 我就是要去做脱口秀演员的 她也觉得很好啊 她也跟她女儿说很好 就是那你想做 那你先好好读书 读书读得很好 才能去这样 你不能说 你现在连字都认不全 你将来就要做脱口秀演员吧 对 所以我觉得她思想非常包容开放的人 所以我跟她说了之后 其实我们律所 在我上齐巴车之前 除了我们主任之外 其他人也不知道 我在做那个脱口秀演员 我很感谢她 她对我的这种包容和支持 她就说反正你去呗 然后如果说你要接案子啊 什么这些 反正忙不过来 你要帮我接些案子 我说这没问题 然后我说我活不下去 你要让我接些案子 她说这个也没问题 就是有人给你脱脸 这挺好的 对对对 我非常感谢她 而且我觉得那个女领导特别好 就是她给她女儿的教育是说 你要先好好学习 我越来越发现 就是走到很远的脱口秀演员 她一定是有文化的 就是她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深入浅出的 和盘脱出这样子 才能够走到最后 就是你看似都是些玩笑 其实可能有一些高级的玩笑 是要有一点文化 水皮的人 好奇的积淀 对 才能够的 不要想着20岁就一夜成名 没有这是一个 他们当时在七八桌打的一个题目 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说你的女领导 是有大智慧的人 她给她女儿的教育是很对的 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既然就是你在两边跑的这种状态中 是哪个节点让你觉得 OK 我可以放掉律所的工作了 我可以全体呢 投入这个行业了 就这个是我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我会完全投入进去的 就那个瞬间 或者那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 那个瞬间 就是有一次 有一个疯狂粉丝 在北京的律师网上 找到了我的电话 给我打电话 问我是不是小鹿 吓死我了 那个点就是 我觉得首先我那段时间也太忙了 2021年年初已经非常忙 我又做编剧工作 然后最大的工作量 我是一个节目的主编嘛 你要带着那么多人写东西 就工作量太大 我其实已经没有心力去接任何案子了 我其实当时有一个案子 本来一直还在手里的 但是因为疫情 我都没有办法去见那个当事人了 这个案子后来就换给别的律师去做 我自己就那个时候决定说 那趁着现在手里也没有什么事情 那就别再接案子 那还不如现在就先停了 我个人暗粗粗的想是 因为奇葩说成名了 小鹿可以有这个勇气 其实我说实话 肯定还是要有一定 跟奇葩说也有一定关系 就是你发现 原来你就是天天演出 大概就是400人以下 规模已经很大了 但是当你的内容上线之后 你意识到 原来我自己哼哧哼哧 在这个小隧道上不断努力的东西 其实当它被更多人看到之后 它也是 它在一个市场上能被接受的 你肯定是有这个一定现实因素的考量 你才会觉得 那其实没准说明我是可以的 我可以以此为生了 我就把这个安全电要不先撤掉 确实是 我觉得说脱口秀是个特别需要勇气的 就我还是想说 我去年在公司年会上 面对我们公司那几百好人吧 说了一个五分钟的段子 你站在台上 你说第一个段底下不笑 你基本上心中就是我 然后再说的笑话还不笑 后面你就尾了 你就觉得就这样吧 赶紧的 赶紧下台吧 就开始拿出自己嘟嘟嗦嗦的 那个祭祀本开始堵 终于把我们都混完了 就赶紧 就是如丧家犬一般 逃离的舞台 所以这东西特别 反馈特别及时 真的底下人只要那个 微微皱一下眼睛 我基本上就不行了 崩了就是 对 就我觉得做脱口秀演员 还是需要有一些 不要脸的精神 确实你如果太要脸 就像我很多朋友啊 就是那种企业高管啊 什么的 他们经常说 他也想做脱口秀演员 他也想来试试什么的 我其实会跟他说 我说你做一个 在这个社会传统定义上 比较成功的人 你基本不大可能 去做脱口秀演员的 因为你在公司 大家都还给你脸 但是你要是 对 因为我觉得你往往是 在这个社会上 本身没什么存在感 也没什么人给你脸 那你也不太在意 你在台上丢脸这回事啊 但是当你已经获得 一定程度上的成功之后 你是很在意 自己的自尊心的 你觉得 我只要换回 我原来那个环境 每个人都还是赞扬我 然后觉得我能力强 然后到这儿 我啥也不是 这么多社会地位 还不如我的人 给我翻白眼 然后觉得我 非常的浪费 他们的时间 我就是一坨垃圾 你是很难 去接受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感觉 往往是就是 你自己事业上 也不咋成功 也很一般 就是没有什么 可失去的时候 是比较适合上台的 所以你是怎么度过 那个从要脸到 就是那个阶段 你是怎么 你是怎么 克服自己的自尊心的 对 我的话 因为我本身自己 刚开始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当时才演二嘛 所以那个时候 本身你一个学生 你也没什么好担心 因为你本身作为学生 也没什么人给你脸嘛 你就是一直很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一个存在 那你开始讲 我从那个时候 就开始讲 并且 其实我比较幸运一点 是我很少出现那种什么 上台紧张到大脑 一片空白什么的 我基本上 自己要记的东西 还是记得住 记不住的 我就拿着纸上去的 我也不太在意这个 反正只要你们笑了就行 所以我还算幸运的是 在早期是没有过什么 被打击 或者觉得 哦 完了 我彻底不行 我没有太有过这种 绝望瞬间 还算还好 但是我有 身边有些朋友是 早期一场比一场凉 一直一直凉 一直凉 凉了好久之后 才变得好笑的 我很佩服那样的朋友 就是能够扛得住 这个东西 哎呦 我就不行 我下面就是记得很好 我只要站在台上一说话 我瞬间大脑就断档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 可能说五句话 我已经忘掉了四句了 最后只能说个谢谢 就那种完全不行 所以我很佩服 但而且 我觉得像这个脱口秀的创作 虽然它给我们很多的笑声啊 但这个创作的过程很角左的 我看你也是 在那个很多场合里面说 整夜整夜都睡不着觉 熬夜啊 这个过程很焦点的 等一下 我有吗 没有吗 我没愿意 我睡眠质量可能还行 可能有过 但是少 我也不能过度地严重化自己的痛苦 但是不管是以前上线 还是在线下 我很少有这种熬夜写段子 因为我熬过 但是是为了帮别人写段子 你熬了一夜写出来 第二天一看 是一样 然后你其实不大 你不大可能再去反复地做这样的无用功 我还是觉得把它当个正常工作看 保证正常的睡眠 正常的作息 正常的输出 嗯 这个创作的过程 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的 讲脱口秀这件事情 带给你的快乐是什么呢 嗯 很快乐的是 比如说我写出一个东西来的时候 我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写出一个你很满意的东西 其实很大程度上 你感觉是你碰到了那个东西 你本来今天打算写这个东西 其实突然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笑点 我经常觉得这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可控的东西 你能控制的是你写 但你写出来啥 不是一个你的本我能控制的东西 我感觉可能是超我那个层面 给你投递过来的东西了 每次写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很快乐的 一是蹦一下出现了那个 就写出来一个自己觉得挺好的东西 二是等你去台上的时候 别人因为你这个东西发酵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让我很快乐的过程 对 有很多有名的作家也是这么描述 他觉得他写出那个伟大作品 不是那个他自己的能力 他觉得是那个东西已经在哪 然后他发现了他 那个东西跟他相撞了 在那一刻灵魂相碰 我觉得创作 在创作任何东西上 我都是还是觉得 不要过于高估自己的 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 你要是如果能写出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来 跟勤奋程度可能有关系 你更勤奋的就 可能有更大概率遇到 但是遇到个什么质量的 这个好像我现在还没想通 我还没想通说 这个东西跟自己的努力程度的关联度有多大 那你会有焦虑吗 就是会说我如何创作出更好的段子 就像刚刚敏捷问的 我往下一步走的时候 你会去焦虑这件事吗 就我怎么样去写出一个属于小路的段子 有着小路这个人的自己的标签的一个东西 我这几天反正是不焦虑的 就是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 因为像我平时永远都会先寄东西 就是我如果有任何idea我都会马上记下来 但是我会过一段时间找一个自己精神状态睡得也很好的时候 然后好好写 而且我好像现在也想清楚一个东西 因为你焦虑是没有什么用的 你这个无意识的这种焦虑情绪对自己的萦绕 对于你创作也没有任何帮助 对于你生活也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我就是好像会 我就努力地去把这个情绪解决掉 比如说最近在做冥想啊什么的 就是让自己摆脱焦虑的状态 进入一个正常生活的状态 你去获取更多素材 经历更多事情 跟更多人的交谈 能让你激发出新的东西来 那你就能写出好的东西来 就是我还是会有一定确信的东西 就是因为它这些路径都是一般会让你产出好东西的路径 看更多书啊什么的 比如这几天我就是 我都没有写段子 我只是记录 我没有说静下心来 坐着着打字 把这个东西写下来 但是我会记录素材 并且我这段时间 主要的时间在输入 我再尽量多地看书 我不断地看不断地看 不断地记录 等到我要写的时候 我是肯定能写出来的 所以我就没有这种大的 在这个事情上的焦虑 所以好像是不是一种天赋啊 就是你从小到大是一个好笑的人吗 就讲脱口秀 善于让别人快乐 对 让别人快乐 我不是欸 我小时候我是很羡慕 周围那些好笑的人 但是我自己不是那个好笑的人 我周围好笑的人是我哥 是我什么堂哥 是我那些叔叔什么的 我自己一直都是那个笑的人 我只是很羡慕他们这种能力 然后到后来等自己发现 欸这个是不是有可能的时候 我有那个勇气去成为一个好笑的人 但我从小不是 我有印象 比如说我高中啊什么的时候 确实是能 我跟女孩子交往比较多一些嘛 能逗这些女同学 然后笑 然后大学的时候 跟我那个闺蜜也是 我会说很多奇怪的话 让她笑得很开心 但是都是小范围呢 我从来不是那种 就是很乐意上台去表现的那种 因为我小时候觉得 好像讲喜剧的人 上我们班上的那种 都是一个小胖子 然后 而且一般的这种形象就是这样的 一个小胖子 会扫名会扫谁 就是那个班上那个开心果 后来我看到的这些脱口球演员 反而是跟我小时候 看的这些形象 反差是很大的 在外面看上去 走到大街上 觉得就是都是一些 都是非常普通的人 对 都是非常正经 都不是带有那种 好像喜剧的 喜剧性 对 可能我觉得典型的形象 是比如像那毛豆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 典型的喜剧形象 但是就比如说你啊 他就不是那种典型的 喜剧演员的形象 所以我从最开始 好像要走上喜剧 这条道路 是更加需要勇气的 我个人觉得 可能是托鲁秀 他的这个搞笑形式 跟传统就是我们以前 看到的那种小品啊 或者是滑稽戏啊 什么这些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他不是一个靠滑稽的肢体啊 动作啊 获得嘲笑的一种喜剧方式 他不是 他往往是台上站着一个人 他的想法非常的有意思 角度非常独特 因为传统喜剧的笑话 是观众俯视台上那个人 遇到的灾难和痛苦的 我觉得脱口秀进步的地方 还是在于 大家在接受台上 有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的想法非常有意思 很独特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大家看起来都是非常正常的人 因为我们就不是靠来 嘲笑自己 逗笑观众的 而是通过你想法的独特性 逗笑观众的 不过说到小胖子 还有说到进步 我记得陆永浩吧 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意思就是 胖子就没有权利忧伤吗 为什么只要讲笑话 对 我刚才也想说这个 对 为什么只有胖子 才能讲笑话 就是你们 为什么对我们这种胖子 就深刻思考一点 你们就开始嘲笑我 但是现在就会 讲笑话 不仅是有这样的规讯 对对对 因为刚刚说 因为我刚刚也想起 以前龙永浩老师 说过这句话 就是大家不能接受 一个忧郁的胖子 对对对 就是胖子就一定要搞笑一点 大家都有一种刻板的印象 对对对 都会在努力打破他 对就是说胖子忧郁 大家都觉得他是饿了 我很好奇是 我知道你一开始是经历过 这种自己很会 讲脱口学的逗笑观众 但是后面你想去追求 自我的一个表达的时候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在让大家笑这件事情上 会有所削弱 就是你在表达自我 和让观众给你一个 积极的笑的反馈之间 你会觉得有存在矛盾吗 你在创作的时候 现在 有过的有过的 就现在根本不敢看自己早期的文稿 会把自己嘎到想从一楼跳下去 就是无法面对 我在第二个专场的时候 回看自己第一个专场的段子 都是 小路现在都说太可爱了 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这个是一个曾经活过的自我 你很难接受 写那么尬的梗的人是自己 但我觉得这是很好 就是你自己在进步 所以你否定了过去那个自己 但是不得不承认 就我早期写很多梗都是想到了梗 然后去前面拼一个前提 拼一个铺垫 只要我能逗笑观众就行 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必须 就是你演员刚上台的时候 你急需证明自己是好笑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好笑 我只要好笑就行 我就有勇气站在这个台上 让别人记住 我觉得我是好笑的 但是等你到了一定阶段之后 你肯定是会寻求 我本人 我的思想 我这个人的价值 在这个台上的真实的存在 就是我这个段子 别人想不到 这是我的独特性 我独特的经历 或者我独特的想法 那在那个阶段 你肯定就是 必须要去表达了 但是你表达的时候 你可能喜剧技巧 也不一定能跟上 那你很多时候 你表达性会高于你的喜剧性 如果说你就是觉得 观众笑不笑我 无所谓 我就是要表达性 那也没问题 但你可能会流失掉很多观众 但也有可能获得一些观众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我的话 我会尽最大努力去追求 笑点和观点的一个平衡 因为我还是很怕尴尬的 我也不是那种很喜欢 好为人师 觉得我的观点就是牛 我还是觉得 作为一个脱口训演员 我的观点之所以 被大家接受 被大家喜欢 重点还是在于它的笑点 所以我会 就是如果我的观点过强 笑点太稀疏 就要努力的补补补把 我记得我有以前 有个关于讲过 我自己做律师 抚养权的段子 我的天 我从那个段子开始 写到最后能上 双眼的舞台 花了九个月 哇 哇 因为就是我的观点性太强 但我的能力又不足以支撑 我插进去太多很有意思 或者是很和谐的笑点 所以就是你要不断打磨 不断打磨 随着我就是打磨一段时间 哎呀不行了 太尴尬了 太丢脸了 自己在台上撑不住了 我就把它放一放 又开始讲一些别的段子 然后觉得这段时间 那再回去看看吧 再改一改吧 再修一修吧 然后又拿去讲 然后又是反复受挫 然后又拿来放一放 然后又重新讲 我有一次在北京开放麦 当时是周其默主持吧 我演 那天还挺好的 因为我笑点已经真的够多 然后观众已经挺能接受了 然后我就跟其默说 我说 你觉得这个段子 我现在就很困惑 我自己要不要继续坚持 磨这个段子 还是直接放掉算了 他说 你自己看吧 因为这个段子呢 如果你打磨好了 它就是个非常牛的 很强的观点型的段子 打磨不好的话 就是一篇演讲 但我后来还是 我觉得 因为我挺想表达那个态度的 所以后来还是不断不断讲 它在我第三个专场里的内容 但这个现在已经不能讲了 就那个的观点可能会过于的被认真对待 所以我现在也不会讲那个段子了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在实现观点和笑点平衡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不断地去打磨和创造的 过程是值得的 因为刚刚你说到那个自尊心的问题 我是特别感兴趣的 我其实就很想问你 你觉得只有抛弃掉自尊 你上台才能够更加的能做这行 能做这个活的时候 那你在台上台下的那个自我 你会觉得有区别吗 会不会有人就比如是有脱口学员 他为了上台的时候 他更能够放得开 他其实上台以后是用了另一个自我 在面对观众 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切割 然后他实际在台下的时候 跟那个整个的自尊心也好 自我的表现状态和自我认知 其实是有刻意做一个区隔的 这样可以让自己可能在切换的时候会舒服一点 会有吗 会 我之前也跟另外一个演员 北京的一个女生 她有一次就跟我说 她说小陆我一直不敢讲心段子 因为我觉得尬了我好难受 我觉得好丢脸 我就很想自杀 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 我说是这样的 你不要每次都觉得台上那个人是你自己 那个不是你自己 那就是你的一个工具 你把他派去演出了 他尬是他的事情 一下了台你才是你自己 台上那个他就不是你自己 我是告诉他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能鼓励自己上台 你学会就像你们刚说的 你学会切割 这样便于你有那个勇气去丢那个脸 但是我的感觉是很难 就是说你自己真要去实践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能 因为你说的就是你的想法 你说的就是你的经历 他不好笑了 你虽然特别努力地去分割 比如说台下的这个自我跟台上那个自我 但你不可避免的还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嘛 这个反正我是觉得就看你什么时候需要用到什么了 因为台上那个人好笑 你下来的时候你也不大可能说 哎呀那是他 他好笑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他尬了 你想跟他分割 然后他炸了 你想跟他融合 你永远处于这样一个 对吧 你永远是处于这样一个纠结的状态里 但我觉得 反正只要想要上台的演员 总能找到一个心理平衡数 能让自己去勇敢地面对这件事情 你刚才讲的那个我觉得特有共鸣 因为我有个女儿 她奶奶找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就跟这个类似 中间女儿特别地调皮 哭起来就不停 后来我们就说 哎你这个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坏孩子 我们现在出去把门打开 把那个坏孩子扔掉 然后你就不哭了 没有想到这个孩子 五岁哦 他就真的就这样子 我们说今天讨厌了 你的身体里现在住了几个坏孩子 他说十个 好我们就开始上抓狮子一样 一个二个三个 人十个之后 然后再回来把门关上 我说现在好千千回来了没有 他说好了 我好了 好千千回来了 坏千千丢走了 瞬间就不哭了 我觉得这个跟你刚才讲 那个台上演出很像 就是有他的一个心理暗示 对哦你知道吗 好玩 我感觉你的小孩从小被奶奶教会了一些巫术 哈哈哈哈哈哈 这点是就有那种场景 跟他就抓狮子一样 一个两个就这样扔掉 特好笑 你小孩应该现在开始等待霍格沃兹的通知书吧 哈哈哈哈哈哈 自己跟别的小孩是不一样的 哈哈哈哈 这就特好玩 这种心理暗示其实你看小孩子身上也都挺适用的 那么用的大人身上我觉得嗯 还是会有效果的可能啊 当然大人没有那么容易受骗 还有我还好奇的是 你的脱口秀里面有讲的很多的女性的困境啊 成长的烦恼啊等等啊 包括就是跟上一辈人的一些和解啊等等啊 在讲这些段子的过程当中 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 就是讲完这些段子之后 你人生就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或者是治愈 有这种疗愈功能吗 我觉得是有的 你也不知道这个疗愈它是一个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但我觉得只要能被疗愈一下都是很好的事情嘛 就像你每次做按摩一样 也不是说这事能就解决你这辈子腰酸背痛的问题了 但至少你在被按了之后一两天 你还是很爽的嘛 我觉得脱口秀这个东西就是 你说我们遇到的那一问题它永远存在 不大可能被解决 而且就像脱口秀演员这个工作 我们也就大概就是抨击一下提出一下问题 你又不是能解决问题的那个人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就是我在台上讲的时候 因为你在生活里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你永远是那个弱者 是那个被欺负的人 那个不舒服的人 那当我在台上讲的时候 我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强者 我有一些一定程度上的精神胜利了 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挺强的 觉得我战胜了这件事情 我在这件事情里成为了那个上帝视角 但你要说这个事情 你等你真正回到生活里 你该面对那些糟粕 如果他还在 还是有新的问题出现 我之所以会想一辈子都做一个脱口秀演员 能够持续下去 就是因为我挺喜欢这样的方式的 就是问题永远在 但是我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我频繁地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 我在那个台上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战胜了这件事情 然后再遇到新的事情 我再次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战胜 可能就是多做按摩的这样一个心态吧 同时我觉得我们所说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一个正常成长的女性 我也没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 那我所遇到的所有事情 其他的女性也在遭遇 我说的时候 她们能感觉到共鸣 能觉得被陪伴到 然后有被理解到 因此她们会觉得 你帮她说了很多话 这个是我觉得是有点不敢承受的东西 就是我很开心自己所经历的东西 自己用段子表达穿的观念 能够被接纳 然后被喜欢被认可 但是我也不敢说我自己的代表女性 因为女性也没有给我投票 让我代表她们 我只是代表了我自己 因为也有很多人 你没有代表到她 因为你们生活成长经历想法不一样 你没有代表到她 所以我很难说什么 我在为女性发声 我只是为我自己发声 碰巧很多女孩跟我经历是一样的 如果她觉得我有为她发声 那我很感激 就是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我能够跟她一定程度上精神盟友 但是这个事情永远是一个 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看得太 就是我所有做这些东西 都是为了成为一个很好的脱口球演员 为了让自己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能够更坦然一点接受 也有一个能够精神顺利的方式 如果因此能够帮一些人说的话 那是我的幸运 但如果帮不到 那我确实也没有办法 我确实本身这个女性代表的合法性 也是存疑的啊 确实没有人给我投票 你要强行代表 还有人要打你说 谁谁为你代表 你是哪位 所以你希望自己就是成为这样的一个脱口球演员吗 刚才所说的那一段 对我也挺希望 就你人生结档遇到的每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在成长 会有人说 是不是这几年脱口球观众更成熟了 不是这几年的 是他们跟我们一起成长过来了呀 就是我当时开始讲脱口球的时候 我24岁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你的观众 再到现在 他的人生也在成长 我的人生也在成长 只是说现在确实会 因为我们年龄段到这了 你如果说一个21岁小孩 讲这讲那 可能说实话 31、22岁的人是不太愿意听的 因为你这些苦难是个屁啊 大家会有这个想法 大家愿意更听一个 比自己往前走的几步 或者跟自己的同步的人 去诉说生活里遇到的这些困苦 所以随着脱口球演员越来越老 我们的观众也会越来越老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期待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在24的时候 绝对不会讲什么生育焦虑 我没有这个焦虑 对吧 24的时候也不会讲男朋友 因为我没有男朋友 但是现在因为你的成长 或者你可能接下来 像我刚刚说的 也许这几年内会去挑战 成为一个母亲这件事情 那当我成为了一个母亲 或者我准备成为一个母亲 过程当中这些纠结和痛苦 我因此我把它表达出来 确实是会有挺多 就是跟我同样在经历这些东西的女孩 会觉得哦 你说了我想说的东西这样 跟着自己的观众一起成长的感觉 感觉是 很好 我觉得我的观众一般成长的 比我还快很多呢 对 很多那种可能2014 15什么的 那时候就看到过我的观众 再到现在反正也有很多是加了微信的嘛 那个时候开始 很多跟我同龄的女孩 从那个时候过来 她们的人生比我跑在前面好几步 比如说已经结婚生子了 买车买房了什么的 那我是一步都还没有实现 所以就是还是比很多还滞后一些 但我觉得就只要这个不断成长陪伴 我特别期待去探索更多人生阶段的新话题啊 我觉得哇塞等到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一直都会有新的困难出现 我最近在看的书 暮色将近这本书啊 他讲自己 他一旦大概八十岁的时候写的书嘛 自己到了这个年龄段 你会遇到的很多 比如说前两天还发微博了 他说到了一定年龄之后 你的信誉消退了之后 整个世界都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我记得这段是人生活里的是吗 就是暮色将近里面 他有就这个老人家 他有写到过 对 这还有一本书叫必经济 我也在看 他说的说自己 到了一定年龄之后的各种 比如说你在更年期 你的身体的变化 心理的变化 就对自己外形的不在意 或者是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如果能够通过喜剧的方式 能够不断地实现这样的表达 能够跟你的观众一起 为自己人生阶段的成长 不管是吐槽 还是一起开心 我都觉得是 我会很期待这样的体验 突然有一种羡慕那个 2014年遇见小鹿的那些粉丝呢 他能够看了八年 就经历了你的这个变化 因为我们可能是在2020 2021 才开始认识小鹿嘛 早期的粉丝觉得他们 哎 有智慧 独进退 不要羡慕 现在也还不玩 早期的梗 早期的梗非常的烂 我其实很想问 就是因为你是从线下 走到线上的 可能也经历了一个 在线下长期的这种打磨之后 到综艺的这个平台 比如说你上七八十 上透口秀大会 你觉得线上和线下 讲段子的区别是什么 你更享受哪一种状态 或者说对你来说 有不同的体验 一般来说这种就是 爸爸妈妈你更爱谁 这个事情都应该更圆滑地回答 对 但是呢 我自己啊 发自内心地说 你如果从个人舒适度的程度 肯定是讲线下更舒适一些了 因为你线上 它其实就是个节目录制嘛 它的表演只是一部分 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那种 哎呀 会想希望一切都更简单的那种 那你肯定是 去演出这件事情 是一个最本质 最基础 最简单的事情嘛 你肯定是更自在 更舒适的 而且确实在这个事情上 做了这么多年 那我肯定是 非常非常喜欢这件事情的 但是线上录制 它是非常重要 也是一个对于你个人的宣传呀 然后成长来说 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步 我其实肯定是非常感谢 线上的录制 给自己带来的这些成长啊 进步什么的 但是你要从舒适度来说 和我认为观众的体验来说 一定是线下最好的 因为脱口秀 它本身就是表演呀 就是这种表演 一个人在台上 观众在台下听演出 那个东西才是脱口秀表演 而我们看到的是 脱口秀综艺节目的录制 就脱口秀大会 它属于综艺节目的录制 你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它的不管是灯光啊 还是它的整个这个场子 所有东西 它跟脱口秀 现在表演都是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也想说两句 对 不是 不肯放过小鹿 因为 舍不得 我们最近做一个声誉专题 然后之前和声誉专家又聊过 然后昨天我们其实是和职业女性 来聊一聊声誉 刚才因为小鹿讲了很多 就让我不断地想起 关于声誉啊 或者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但是anyway 我觉得会有个共同点 就包括昨天那几位老师 也都是世俗意义上很成功的那个媒体人 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点 其实就是勇气吧 这个词特别特别好 也特别重要 就是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之一 就是它让你觉得说 我不论我是20岁 30岁 还是40岁 甚至到80岁 我仍然想去拓宽那个边界 去看看边界之外 是什么样的风景 或者可能性在哪里 其实我刚才从小鹿 就整体聊天下来 真的是特别好 特别开心 然后也让我看到这种 平常可能我们不太在脱口秀节目 或者在一些综艺节目里 看到了那种闪闪发光的 更闪闪发光的东西 谢谢小鹿 感谢感谢 感谢感谢 那么因此呢 我也想 哎呦呦没有 没有 小鹿是没有什么大智慧 但是有一个大的专场 马上要再 来来来 来来来 我想听 好想听 专场是因为在11月10号之后 进行最后一轮的巡演 可能还是会去到10个左右的城市 因为有些城市像长沙 成都 这一轮巡演都没有去到 还有一些城市会返场 所以大概就是在11月10号之后 各大票台搜索女儿红 都能看到新的巡演信息 会从11月巡到1月这样 然后今年我的KPI就完成了 大家赶紧去抢票 期待期待 来上海吗这个 对来不来上海啊 会会会 其实女儿红的收官站就会在上海 就是在1月 那我们仨一定要去 先下见 好嘞好嘞好嘞 到时候期待见到姐妹们 小路能不能最后 给我们节目的听众再说一段话 就你最后你想对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说一段话吧 就自己最近看的书里面 有没有记录下什么新剧啊 哦对 哎 我觉得这一句还挺有意思的 这一句也是 我感觉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 我表情会比较凶啊 什么的啊 就我表演里面有点过于真实 但线下观众不会啊 可能有些通过屏幕看的人 他会觉得 我有点吓到他什么的 但我觉得 我们自在地表现自己的愤怒啊 或者是任何其他一个 真实的情绪表达的表情 都不应该被束缚和限制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逼迫我们 出现传统定义的女性气质的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逼迫方式 表情的自由也是自由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 是那个玛丽莲弗莱说的一句话 说除了最和煦的面容以外 任何表情都会让女人显得卑鄙 尖刻 愤怒或者危险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道理的 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笑声被指责呀 什么这些 就是爆笑 大笑被指责 都是同样的道理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更自由地 表达自己的情绪吧 你不用非得就是那么和煦 你也不用非得总是微笑着世人 你就是可以真实地表达自我 你可以不用收着你的笑 你可以大笑 你可以大骂 可以大怒 就各种情绪都应该可以自由地表达 不要约束别人 也不要约束自己 好 谢谢小鹿 谢谢小鹿来 非常精彩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很开心 跟你们聊得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谢谢 因为我经常录播客 或者是做采访什么的 我总会有那种回家觉得 哎呀 今天又没说好 哎呀 这个是说的啥呀 我当时为什么要礼貌 我为什么要客气 就是你会有那种觉得 哎呀 这个时候自己不应该那样 但我觉得今天我录得很好 我晚上不会觉得 哎呀 我怎么又没说对自己想说的话 我好客气地听到这种 还是遇到了很合适的人 然后能够把自己想法最真实地表达出来 好 谢谢小鹿 欢迎常来 谢谢小鹿 谢谢 欢迎常来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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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